喂 领导 请安排工作 晚上帮你一批混蛋吧 我是警察 不是保姆 喂 俊俊 怎么了 你慢慢说 别着急 необходимо 来 嫊い 你还好吗 我还好 可是小冉她真的吓坏了 对了 她认识那个女孩 是她同寝室的室友 她们白天还说话了吗 我知道了 她什么名字 跟私人认识吗 什么发言私人 还是说话 死者阮明怀十九岁 尽管系大医学生 凶器丢在尸体盘两米处 吃一把臂爽 一场仓促为稚嫩的谋杀 是什么 你有什么感觉 我只想尽快破案 抓到凶手 没错 这么对于一个花季的少女 完全泯灭了人心 凶手已具有反社会人格的初步萌芽 在第一道割后毙命的情况下 凶手仍然反复捅刺死者 并在现场停留了一段时间 完全没有那种激情杀人之后的 恐惧感 他所实施的过分杀戮 虽然是受到仇恨的驱使 但你们看最后这几段 他开始感觉了快乐 如果吴嘉义制止的话 他肯定会继续发展 再次杀人 再次杀人 通知家属了吧 已经派人去他家了 死者的父母 是当地纺织厂的普通工人 工薪之家 这是stop的 你才继续发展 费用了 成功的 大家看一两个人 我知道 那些人在家里 女孩不可能没有手机的 你有什么发现吗 你自己不会想 第一个问题 杀他的人 是校内的 还是校外的 校内的 没错 所以杀他的人 可能是学生 老师 或是校工人 虽然案发时间是在晚上 但是校园内的人很多 想要胁迫一个大伙的 难度很大 而且我们上山的这一路 并没有发现任何挣扎 打斗的问题 那么 一个女孩子 晚上会自愿 跟谁到这个地方来 来 又有谁 约见面会约在这个地方 男朋友 这是少年情侣 见面的最佳地 他是来约会的 没错 一场死亡约会 看来你对这个地方 还是挺熟悉的 不认得 该去跟她的同学们 好好谈一谈吧 这就是行为分析了 并不服她 那是因为有你 话分得解他 李队长 没发现手机 那是被凶手拿走了 你去查一下 四折的手机号码 看能不能定位 另外 再联系一下通讯公司 查一下通讯记录 好 四折阮明怀同企致 还有其他三个人 谢小冉 霍小鹿 赵英子 这三个人除了小冉以外 其他两个人家经营班 都是本地人 这是他们的一些个人资料 你要先看看吧 你看过就行 先我们看看 哦 明怀以前 也常在外面过夜 昨晚他没回来 我们还在生活老身带 给他打掩护 如果我们 没有如果 小冉 这不是你的错 你最后一次和他见面 什么时间 昨晚七点过 什么地点 行政大楼外面 他说他去交钱 后来去晚了 学校财务科都下班了 交钱 一路都找标 我都会得了 碰到 selling 就担心了 全部上班了 上班就导致上了 看到宿舍里面所有人都不在 一直到了十一点左右 小冉和英子 他们两个前后只差了几分钟回来 十一点半的时候老师来查起 我们替明怀打了掩护 然后就西东睡了 那明怀一边哪有 算是有吧 什么叫算是有 她刚尽孝 一看了苏北便喜欢上了她 苏北一开始并不怎么愿意理她 可是后来慢慢地也转变了态度 上个星期他们就开始一起吃饭看电影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真正的男女朋友 我们寝室的关系都非常好 明怀和我是最好的朋友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那她离开寝室前 她们 带没带那四万块 我不太清楚 应该拿走了吧 出事以后 警察来搜查过我们她的柜子 钱已经不在寝室了 明怀死的事儿同学都知道了 是老师跟我们说的 她昨晚 是跟你块约会的吗 没有啊 软明怀被害时 穿着她最爱的一条连异群 还化了妆 尸体发现的地方 也不是日常散步 或者是普通朋友会去的 反而是需要亲密的一些小情侣 才会去的地方 所以说 软明怀肯定是去约会的 我 我们之前是去过那个地方 但是我昨天晚上在看球赛 我没有约她呀 你是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吗 她昨天给我发短信 说我到了 你在哪儿 当时我就有点懵 短信还留着呢 我就回她说 我说什么道理 我在寝室呀 然后就没下文了 她也没回我 这么可疑的情况 你身为男朋友 不打算问清楚吗 实话实说 明怀她以前有点缠人 我就是单纯地以为 她是想见我 谁能想到 她会出这档子事啊 是啊 也怪我 我如果要是当时 给她打个电话的话 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样 有人和你一块看球吗 没有 起事同学都出去玩了 那你想一想 有没有人可能假借你的迷意 这约死者出来 那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就是说说你的想法 说错了也没关系 有这么一个男孩 他呢 是明怀的高中同学 一直喜欢他 包括他来这所学校上大学 都是为了追求他 就前一阵子吧 这个男孩总来看我打球 我觉得他在眼睛里边 充满了杀气 不过人家也知道 我跟明怀的事呢 是明怀比较主动 所以也没说什么 也没做什么 我不了解人家 我包括他这个男孩 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 我们会调查的 走 一圣子 你也要听一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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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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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队 死者的通讯剧度 我们调出来了 案发那段时间 他只发过一条短信 没有打个电话 而且 我们已经定位成功了 在哪儿 他还没离开江州大学 走 我们去找找 好 根据一期显示 手机应该就在这个柜子里 老老师 这个柜子是谁的 尽管是三班为思雨 苏北说得倒也没错 我们系三班有个男生 跟明怀是高中同学 他们交往对吗 明怀说他们高中的时候 关系确实比较要好 但是高中生嘛 学习紧 家长也管着 我想 不算是真正的交往吧 那这个男生性格怎么样 他在我们宿舍玩过 性格挺内向的 不太爱说话 明怀追苏北以后 他就没有再害我了 先问重点 对于死者的遗情别恋 这个男生 有没有说过不理智的话 这不是重点 先问名字 他叫什么名字 魏思远 魏思远 他叫魏思远 谢谢你 我知道 你一般只接重大恶性的案件 这是恶性案件 是有多大的仇恨 才能让一个人 下决心杀了自己的同学 有很多时候 杀人对他们来说 只是为了寻求一个出口 是因为你 我接这个案子是因为你 我就是这个意思啊 因为涓涓是我的好朋友 不是因为这个案子 牵扯到你的朋友 而是因为这个案件的难度 对你来说刚刚好 凶手尚未进化 留下了太多指向性的线索 只要主意清理 和查 排除 真相就能够浮出水面 即便是像你这样没有经验 思维不缜密 又情绪化的人 给你足够的时间 你也能破案 为了照顾你低下的水平 我会适度地放慢节奏 那还真是谢谢你了 你用客气啊 好吧 你现在还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应该检查一下 监控录像 看看有没有 除了为思远之外的人 动过他的柜子 没有任何学校 会在更衣室里 安装摄像头的 嗯 我们还是先调查一下 桌北其他的积木者吧 你们觉得 真的是为思远干的吗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警察的把他给带走了 肯定是有原因的 那他是因为 林怀喜欢苏北 还是因为要抢那四万块钱啊 肯定是因为苏北 我坐着 但我没有 我永远都不可能伤害他 他冒着这时候 我在山脚他犹豫了很久 我也是会用这些伤情 如果我当时伤了神 他就不会死了 我们在犯罪现场 没有找到有任何指向性的证 除了一组协议 但是 比魏思远的鞋大了一样 也许 他很小心地清理了现场 也许 他故意戳了邓大马的鞋子 结果却拿走了死者的手机 而且连血迹都不擦干净 就锁进自己的柜子里 我看过手机 里面没有直接指向魏思远的内容 如果他真的是凶手 根本就没有必要 拿走这个手机 况且 学校的更衣柜很容易就被撬开 我怀疑魏思远 是被凶手栽葬的 是被凶手栽葬的 我怀疑魏思远 是被凶手栽葬的 你给我出的考题我答案了 我给你留考题了 我知道郭晓菱的哪一句话是最有意思的了 说说看 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 阮明槐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 他的家境非常一般 可是那天在跟郭晓菱谈话的时候 他却说 那个女人除了有钱还有什么 阮明槐根本就不是有钱人家的女儿 郭晓菱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难道 阮明槐告诉苏北 他的家里很有钱 我觉得 他很乐意我也苏北花钱 警法一进一步鉴定 阮明槐身上那些伤痕 几乎都是在死亡当时造成的 也就是说 在他被割喉放血的过程当中 凶手疯狂地在他身上 流下了那些伤痕 还有一个重要发现 我们在死者背包的拉链处 发现了苏北的疹瘍 我承认 你我还得一直给我钱 那天晚上 他发短信过来的时候 你一看的球 就是你赌的那一场吧 是 球赛十二点二十结束 你知道自己输了 赌球公司的钱你也还不上 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 阮明槐之前跟你发过信息 所以你知道 他一个人正在后审 你之前跟他在一起就是为了解 而且你也知道 他刚刚收取了餐费 所以你就要打起来这四万块钱 餐费的主意 而你啊 利用他对你的感情 可以很容易就靠近他 割断他的喉咙 抢走这四万块钱 我没有 然后你拿走了他的手机 放进了魏思远的更衣柜 想要嫁祸给他 我没有 我真没有 好 但你总得做点什么 那可是公款 跟之前阮明槐从他父母那里 骗给你的钱不一样 肯定会事发的 不是吗 我没有 我没有去后山 我真没有 苏北那天去了后山 而你一直在南城宿舍楼外 透柜的跟踪他 所以你全部都看见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抓住了苏北的这个把柄 想以此要挟他和你在一起对吧 不是要挟 苏北他爱我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都在一起 他一直陪着我 他把我揽在怀里 一颗一颗地陪我数星星 郭晓菱当晚跟踪过你 当然 他肯定不敢靠得太近 也无法看清你的全部动静 但他至少可以证明 你去了后山 你想一想 郭晓菱被你甩了之后 还会为你博手命令 我再告诉你一个更坏的消息 我们不一定需要郭晓菱的证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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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个 你的手机 最新款最智能 里面有一个自带定位功能 你知道自己打开他吗 你知道自己打开他吗 坐 下的软件还挺多的 有地图有图钉 就这儿 十五号当晚 十点半 有一个未接来电 这应该就是赌球公司打来催账了吧 要不要猜一猜 你当时接这通来电的时候 自动定位是在哪儿 其实 还是后山的 喂 陈哥 你放心 这钱我一定尽快还你 我们已经在这个背包的拉链上 找到了你的指望 说实话吧 也许还能挽救你自己 我承认 球赛完了以后 我是去了后山 我有 Members 没有 secrets 评论 吗 当然 有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承认我拿了他的钱 我也承认我去了后山 但是我真的真的没有杀他 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我没有杀他 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 为什么 你说过 犯罪心理分析 要从行为中找答案 虽然现在种种的证据表明 凶手就是苏北 但是从行为上分析 一定还有很多 小叔看 我觉得最明显的 就是阮民怀身上的伤痕 凶手破了他的相 还划伤了他身上的很多皮肤 如果是苏北 他有必要这样做吗 如果只是为了抢钱 他有必要去划伤他的脸吗 这更像是嫉妒 他一个男孩子 无论如何 都不会嫉妒一个女孩子 长得漂亮吧 而且我注意到 阮民怀的裙子上有很多泥土 可是他躺的地方是硬土地 周围又没有任何的打斗痕迹 那些泥土 只会是有人从旁边的泥地里 弄出来 浇在他的裙子上 这种心态 我觉得 凶手是人的伤 不错 你看过我的书呢 那当然 当你的出手 当然要学习一下你的理论 不过你的书里也说过 由于性倾向的多元化 不能简单地根据情感矛盾 来判定嫌犯的性别 不过显然 你还没看完 即便是有同性恋倾向的男性凶手 也很少会以划伤情敌面部的方式 来发泄分横 不过你说得没错 她是女性 是郭小林吧 她趁着苏北还在看球赛 跑去后山杀了阮明槐 她要没收到短信 怎么知道阮明槐在后山呢 你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是不是 那你还不赶紧说出来 让巡人他们赶紧把她抓住 知道凶手是谁也没用 法律上来定案是需要证据的 你还没找到证据 但是没有 那怎么办 这就要请你的好朋友 来帮忙 对不起 你哪装 你哪装 我怕你 我력ai